哈嘍 高星 那我們今天繼續玩一下 我們一圈超人最強之難啦 萬盤 那最近玩了7月多好不好 果然就是我們的邦谷爺爺的哥哥 歐逆槍登場啦好不好 懸崩鐵斬拳的達人好不好 限時登場我們的歐逆槍 崩普好不好 其實我崩普跟邦谷的話 我最喜歡的就是邦谷啦 邦谷爺爺 那他每次都在那邊歐逆槍 歐逆槍的叫了 所以他歐逆槍出來的時候呢 我們當然也是要來抽一下啦 但是因為最近真的是經濟拮据好不好 所以我們的一圈超人主要來說就是一個 比較平民的玩法啦好不好 那說起來6234顆的鑽石喔 應該也是可以買一下我們這邊的那個 日常區的那個券券啦好不好 這邊的話應該可以買到蠻多張的 應該可以買個 28張好不好 28張 那我記得我上次好像也沒有完全 欸我上次有全部抽光嗎 我忘記了 我記得上一次我好像有留一些喔 所以28張加上次的話應該總共幾張 欸63張喔 60抽抽 我們之前最高紀錄是40抽直接把那個 把金屬球棒給他抽出來喔 所以60抽抽 會不會有機會把我們的歐逆槍抽出來呢 我覺得 是可以拼拼看的啊 好那我們今天就來拼拼看 看一下我們的運氣到底是如何了好不好 我們這個限時投放新角色崩普 就直接先來10連抽了 不跟他惡化了來 拜託你了 直接10連抽出奇蹟吧 好不好 最近真的是沒有辦法啦 金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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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我們兄弟聯手就能征服一切成為王者 應該錯了臉吧對不對 錯了臉 你好 沒有 GG 可惜可惜 沒事沒事沒事 10連抽嘛對不對 通常都不太會直接就出好東西的 再來第二抽 GOGOGO 來 有機會嗎 金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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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色 沒有我是一定要變強的 好你自己去旁邊變強好不好 哈哈哈哈 謝洛斯別再鬧了 已經 已經很多隻你了 別再鬧了 求你了好不好 第三十抽抽 我是希望這六十抽抽 有機會就直接把一隻那個SSR抽出來 然後不要歪了好不好 邦普邦普邦普邦 我可笑不出來 我真的也快要笑不出來了 沒有問題 哈哈 邦普邦普邦普 哇 我不管面對什麼樣的對手 都絕不會手軟喔 那最近的話基本上最新一畫的漫畫 我看的是 有點小難過啦 因為我才我才剛 剛剛剛告白的角色馬上就 哈哈哈哈 馬上就嗚嗚嗚嗚嗚嗚 但是還蠻期待下一集的 因為現在那個黃金的叉子啊 已經在肆虐了好不好 來看一下啊 拜託了 沒我再果然還是不行了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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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算了算了 是老婆就算了 老婆就算了吧 好不好 沒事沒事 哇 有點難抽啊 剩下倒數20抽了 起碼也出個金的吧 好不好 起碼也出 完了 蛇蛇拳 欸 又是你 在那邊守門啊 好沒了 GG尷尬了 再見世界 掰掰了 喔 第60抽 有沒有機會 勒 看看 沒有 啊 我站在正義的這一邊了 好吧 再見啦世界 七張 嗯 目前22只能買一張 我們現在真的 啊我好想 我想 我想要把那隻抽出了 就是想要把那個 第一隻SSR抽出來 但是 我不知道這個SSR會多久才中啊 然後最近有一大堆東西 都要花錢 沒錢了 算了我們看一下 能不能去別的地方 看一下風浦的威力 我們現在圖見面看一下風浦好了 風浦爺爺的哥哥 啊來看一下爺爺的哥哥 到底有什麼能力好了 先看一下齁 大家覺得他厲不厲害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這邊分享一下 喔他是核心角色欸 他有核心的欸 他的資訊的話是格鬥系的武道家角色 好不好這個 然後治療壓制 欸跟周圍靈巧強刃核心 好像還不錯欸 第一招的話 基本上普通技能的話 這個是 鋼拳 欸對單體目標造成130%的攻擊力 加10點的傷害喔 並使目標降低30%的治療率 欸 所以他可以讓別人就是沒辦法 就是有那個治療 所以像我們之前運動會 如果遇到我們就是那個誰 豪傑的話 他一直治療的話你可以 用他的斧攻有沒有 讓他降低那個30%的治療率 好像還不錯 讓人家沒辦法太回血了喔 再來是這個 絕技 懸崩鐵斬拳 對整列每名敵人三連擊造成195%的攻擊力 加9點的傷害 有100%的機率使主目標降低治療率 好像都是直接降低治療率的喔 這隻角色 就是讓那個敵人就是沒辦法那麼治療欸 然後他是唯一一個格鬥家 沒有打內傷的欸 因為其他那個打 其他那個格鬥家都是打普攻 會打那個內傷 然後可以有額外的攻擊 他是降低別人那個治療量的喔 開場使自身及周圍隊友 永久獲得靈巧 受到敵人攻擊的段數越少 所規避的直接傷害越高 最高60%最少12% 該效果 呃 該效果與非暴擊免傷效果僅生效一個 每場戰鬥手 是受到致命傷害後 會以自身最大生命的40%復活 又是復活角色欸 哇塞 他又是復活角色欸 所以我覺得後期的這個一拳超人好像還蠻多這種復活角色 而且最重要的是喔 他幫大家上靈巧 這個 就是如果對方是一拳比較力痛的那種角色的話 他可以擋到很高的一個傷害 但是如果是多段的話效果就會比較低一點點喔 再看一下他的核心 核心是這個 達人之力出 這個初級效果每回合可獲得3點能量 為己方全體擁有提高30%的格擋率 有點像是那個吧 有點像是那個 那個叫什麼 欸不是欸 那個那個那個深海王好像是板傷對不對 他不是格擋 其中條件是上陣一名武裝系 跟一名格鬥系跟一名科技系的喔 高級效果開場十位己方全體提供強刃效果 吸收直接傷害和額外效果 堅韌效果可為其充能 累積充能量為隊友自身480%的生命值上限 回合開始十位 己方全體提供100%的生命值上限的堅韌效果 進行充能持續三回合 感覺也是一個超級護盾展開的那種感覺喔 這隻好像 好像很不錯欸完蛋了 好像真的很不錯欸 我們去看一下協會禁忌有沒有辦法遇到 有Bump的好不好 有沒有人放了Bump讓我看看 讓我看看你們的Bump啦好不好 沒有欸 換一批 有沒有Bump 你們是不是都沒去抽 欸 你們是不是都沒去Bump 欸我們應該去那個道館場應該更容易找到喔 道館感覺就應該會有Bump好不好 來看一下 Bump 哇好多金屬騎士喔 來 看一下喔有沒有Bump在這邊 有 阿凡達 他沒有放Bump上去啊好不好 哇 我現在都還沒有人放Bump欸 有沒有人已經把Bump放上去了 沒有 這邊沒有 換一批 沒有欸 大家是都還沒有練還沒有抽 所以先不把他放上來的意思 是不是 應該是都還沒有練啦 應該是這樣 崩普 崩普 有沒有崩普 欸有 來來來我們看一下喔 第三站這邊有一個崩普 我們來看一下崩普的威力是如何喔 好 我們就這樣的隊伍來去打打看 有崩普103等好不好 4顆星星 看一下崩普 結果只能從這邊來看別人的崩普了 我們自己抽不到啦 唉唷 沒事沒事 反正我們現在就是這樣 天天遊命 我們也只能這樣子 每一次的那個鑽石啊 大概只能買個 就是三幾張吧 然後因為他中途會有兩次的那個啦 他會有兩次的那個什麼 會有兩次的就是那個 反場嘛對不對 那 反場的時候我們這邊可以再買一波這樣子 所以應該還算是 應該還行啦 至少還是有一些運氣可以去拚的好不好 只是 可能就沒辦法180抽一樣到底了 開始懷念以前的我了 以前的我 我以前的我總是做什麼都行欸 現在我為了要投資很多東西 我真的是不得不把錢存起來了喔 尷尬一波 來 那先走在拍 炸爛好不好 炸爛你 你拜拜了你 不要在那邊丟人錢 再見 OK勝利 沒有問題 然後再來是我們的崩虎 我們來看一下崩虎的威力喔 這人是蠻想看崩虎的威力欸 他打誰欸 欸他把... 靠! 他把我聞到你踢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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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應該是放那個吧 崩虎的核心吧 所以他們身上有一大堆這個... 我想要看一下崩虎開大 你可以崩虎開大給我看嗎 我想要看崩虎派大 有沒有這個機會 感覺很硬欸你看 那個崩虎的那個真的很硬 而且他剛打到我們江山的身上 有讓我們就是 降低那個治療效果 好像還蠻醒的喔 堅韌展開喔 應該是啦 我不知道他用的是哪一個核心 但是我覺得應該...應該死 尷尬了 我還看得到... 我還看得到明天的太陽嗎 我還看得到崩虎嗎 不行了 GG了 那他好帥喔 好帥喔 好啦那大家有沒有抽我們的崩虎了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你們分享一下 你們畫了多少抽把他抽出來 那你們覺得他好不好用呢 或是他有一些特別的一些效果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你們一起分享喔 那或是你們有看最新畫的漫畫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你們分享一下 對於現在漫畫的一些劇情的想法 那不想來說哲平的一拳超人 大概就是有心腳的時候喔 或是有一些新活動的時候 都會再上來拍給大家看啦 就是比較...就是... 比較有點...就是比較... 輕鬆玩輕鬆玩了啦 因為真的是沒有太多錢 可以灌在這個遊戲上面 我們就慢慢的玩 等到之後有機會翻場之後 我們再看一下能不能再把它抽出來這樣子喔 那如果你們覺得很好用的話 也可以分享一下他的一些想法囉 那我這期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